哈囉哈囉 直播開始了嗎 嗯 我搞不太清楚啦 因為那個直播很少要用 然後看完這部裝扮就知道說 我現在是用 Toling這頂次俄羅斯的馬帽 因為爬型太奇怪了 所以在這個遮嚴一下 嗯 好 OK 好 然後這個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穿的那個 在日本買的 平常是太會穿 因為我覺得這只是個生笨 沒什麼特別要說的 那這次為什麼要開這個直播呢 因為 呃 我的老師 就是江生老師 他認為 想讓更多人知道Sitama的一個好處 然後我們這些學過Sitama的人呢 想說也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俄羅斯武術Sitama 他對我個人 就是Sitama個人的一些 人生上面的影響 那不過這算是 有一個小小的私心啦 因為如果說 嘿 哈囉 軍衣你好 嗯 因為如果說 親分享了幾位我們可以得到一些特別的 那個小禮物 這小禮物是 我們那個 會得到老師的 神奇之權來幫我們做一下放鬆 哈囉 安妮塔 身體好一點沒有啊 嗯 好 好 然後其實 我練Sitama的時間 他 呃 其實講起來非常的 悍言 因為我對時間的概念比較沒有那麼的 那麼的好 嗯 嗯 記得那時候是我在練幾所術的時候 哈囉 早安 你好啊 嗯 在練幾所術的時候 然後 呃 武少林的 嗯 崩老師 他說 欸 他參加了一個非常 呃 奇特的武術的那個 那個 seminar 去講其會 那他蠻推薦那時候的我去 看看這個武術的狀況 那我那時候練習的武術是 中越門的太極拳 哈囉 韋翔 呃 中越門太極拳本身來說的話 他 我練習大概 那時候應該就大概五年到八年時間 我也搞不太清楚 然後 呃 我就自己厚著臉皮的 跑過來參加一下那個 免費體驗課程啊 就一體驗就 沾上了 就很像毒品一樣 這樣講不太好 可是這個武術的迷人之處 就在於說它蠻 呃 直指核心 讓我們看到 我們身體的某些部分 而我自己本身的另外一個身份是 NLP的Math Trainer 跟催眠室 有時候 哈囉 魯魯米 那 呃 在我們探索內在潛意識的過程中間 我們會發現到一點 非常重要的是 我們雖然會知道很多的技巧 或很多的 呃 療法 可是我們常常沒有辦法 去跟我們身體來做一個 非常好的溝通 或者是探索的方式 而 大多數的時候 我認識的其他朋友 都是利用語言的方式 或者是其他的那個 身心技巧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我接觸的技巧還蠻多的 像亞歷三大技巧啦 或者是 呃 其他的 呃 武術的技巧 可是 系統嘛 它還有一個非常棒的地方是 它讓我們 藉由一個有系統的方式 然後很簡單的練習 去探索到 我們生命裡面 嗯 自己的那個核心所在 呃 呃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是 不管任何武術 或是任何的形式 我們練習這樣的一個 呃 技巧只是為了不讓我們 找到一條可以回家的路 那什麼叫回家的路呢 我們可以把它定義成說 你可以好好的 安心的 回到你現在溫暖的 然後 幫你遮風避雨的那個所在 嗯 那有可能是 讓我們可以 找到心理平靜 然後安住的那個所在 嗯 因為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會應用在我自己 在做智商啦 或是 在做 呃 教學 甚至是 講比較現實一點 我可能在跟異性交往之間 呃 初期的時候 我也是會用到系統嘛 但是 中間的一個 一個 溝通過程 我覺得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 還是得應用到系統的部分 哈嘍羅 嗯 那 我 呃 這我個人還在練習之中 因為畢竟 在 許多高手的一個 建議裡面 要成為一個大高手 或成為一個 對希特馬 武術上面有點 有所精進的人 在婚姻或是 家庭的關係裡面來講 它是一個非常 持久 而且需要去 應用的一個 練習的過程 那所以 希特馬它本身是一個 不只是武術 對我個人而言 不只是武術 甚至是一把鑰匙 這把鑰匙可以幫我開啟 往 更好的自己的那條路上面前進 而NLP它事實上也是在講這件事情 催眠也在講這件事情 呃 我們每天 每個時候 我們 事實上會設很多目標 可是我覺得 唯一很重要很重要的目標是 我們會 呃 必須要無時無刻的讓自己變得更好 每個時刻都會有所學習 這樣子是比較 一個健康的人生 哈囉 許師兄 嗨 上榮下音大師 嗨 阿杜 好 呃 所以 希特馬對我來講 它就是一個鑰匙 然後可以 開啟往 人身各個層面 或生活各個層面 每一扇門 每一扇窗 然後通往更好自己的一個過程 嗯 這個是 俄羅斯馬帽 那它 這個 這個帽子它有一個作用 這個作用可以幫助我們 讓自己的身體可以挺直 那在武術的時候 我們會講到一件事情 我們要虛靈頂靜 我學太極拳的過程中間 這也是困擾我的過程 什麼叫虛靈頂靜 我摸索了很久 然後 當然會摸到一點小小的感覺 可是沒有其他的 的器械 或是其他的工具 來幫助我 知道這個感覺 而在 希特馬練習的過程中間 然後在 嗯 很多 俄羅斯的intracter 他們帶來的小物品中間 我找到這個東西 那這東西 在練虛靈頂靜 或者是在練 那脊椎正直這件事情 非常有幫助 那因為現在髮型太亂了 所以拿著給它擋一下 嗯 OK 好 呃 所以如果說 後面我在玩希特馬 我希望還有什麼 更大的期許是 第一個可能是想跟 像現在我們直播的方式 跟更多的朋友 可能利用言語的方式 去分享一下說 我在希特馬的一個 嗯 心得或者是發現 然後有時候像 有些朋友可能找我來 做一些諮商 或做一些調整 那我不認為每一個人 來找我的時候 你是有問題的 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人有問題 只是我們可能處於 某一個比較低潮的狀態 而那個狀態 是我們需要別人支持 或是我們去擴展自己 找到更多的資源 或從我們自己身上 找到 呃 找到更多的地方打掉 嘿安德森 好久不見 嗯哼 好 OK 那像最近我跟 呃 我的師兄去 另外 就是以前認識很久 可是一直沒有見面的師兄 對 帽子 羨慕阿嫉妒阿 不給你 好 呃 呃 分享一下說Sitema裡面 哈囉 久妹 嗯 嗯 分享說Sitema 它在我們生活應用中間 怎麼樣去做 呃使用 那 白艾姨安德森 呃 他那 呃 呃 高思雄本身 他的 他的 呃天賦 天賦義品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 的一位 一位 前輩喔 那所以他聽了我的分享之外 回去做一件事情就是 把針灸 跟Sitema合在一起 那合在一起的過程中間 他的 心靶只有Sitema心靶 因為我們 每一次的出拳 我們每一次的打擊 事實上 我們不是出拳 也不是打擊 我們的出拳也很像push 像推 我們的打擊也只是幫對方做放鬆 讓對方可以 讓他緊繃的地方 可以更加的放鬆的狀況下 達到一個東西 就是我覺得很舒服 他也覺得很舒服 所以 在這個關係 就覺得很舒服的狀況下 我們這個 敵對的狀況 自然而然的 會瓦解掉 而師兄本身 也是在做這件事情 他把 他利用他自己的感知 把 病人身上 那個堵住的地方 利用放鬆 解除掉之後 然後利用針灸來做個疏通 而疏通的同時 那個堵住地方的能量 會自然而然的 留經其他的經絡 然後讓這個人 他很快的 匯復健康 然後那個 那個匯復的速度 有點 有點出發自己的醫療之外 哈囉 畢達 那 因此 那個 我個人認為 我會非常推薦 很多很多的朋友 去 來做一個 體驗或練習 不管是你現在的目的是什麼 可能是 比較世俗的 你要身體健康 或者是說 今天你想要調整你的心理狀態 情緒狀態 甚至 嗯 我最近在想個東西 就是說 怎麼樣把Sitema 他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給他擴展開來 甚至是在神秘學的領域裡面 因為之前有跟 其他的老師 像思維老師啦 以及其他朋友 討論一下說 在 神秘學的範疇裡面 那我們有一些 有一些東西 可以怎麼樣去 去 應用到NLP裡面 那我們還相信說 在NLP範疇裡面 可以用的東西 Sitema的範疇裡面 一定也可以用 因為我們在 跟 他還養結好久不見啦 呃 我們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 讓我們身體 跟我們的心理 可以去達成一致 那身心一致的狀況下 不管你要成為一個 無數高手 還是你要成為一個 身心健康的人 我覺得都是一個 非常有幫助的狀態 嗯 好 嗯 在未來的話 我相信 西斯特馬台北 就是我們 西斯特馬台北這邊 有點牢口啊 我們會不斷的去做一個 呃 開展跟 嗯 散步的動作 散步什麼呢 散步一個善的理念 就是 任何的武術 任何的技巧 事實上 都有它的一個好處 或它的 嗯 鎖藏的地方 可是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練武術 或是我們練習各式各樣的神性技巧 我們要得到的是什麼 我個人相信 我們要得到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快樂 平靜 然後互相 可以 呃 協助成長的人生 嗯 而 俄羅斯武術 西斯特馬的部分 它沒有招式 它也沒有特別的門牌之間 我們 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我們讓自己的身體更加的開展 更多的覺知 然後去認識自己身體更多的地方 通常要自己好的那部分 去 呃 影響到 或是分享給 我們現在面前的這位 夥伴 不管是它的定位 可能是在世俗裡面定位成敵人呢 或是在世俗裡面定位成朋友 在我們定位裡面只有一個 就是 我們所有的人都是朋友 我們要幫助你 走向更好的一個人生 嗯 那所以 我希望的是 在未來的時間裡面 我個人或是西斯特馬的一個 組織 我們都可以 在這部分 做更多的努力 以及更多的 呃 分享 給各位朋友知道說 好這個 這個武術本身 它如何去做 各層次的開展 因為在國外來說的話 我知道說 它可能對於三歲以下的小朋友 它已經有相對的一個訓練過程 國內也有一些 之前 出去的夥伴 他們現在已經在 做這方面的一個 嘗試 然後我個人呢 是把它應用在 NLP啦催眠啊 其他聲音技巧裡面 來做使用 那並不是說 我之前學習的 呃 太子拳或是 極火術這類型的武術 呃 不好 並沒有高低制分 也沒有好壞制分 我認為只是一個生命的 選擇跟過程 嗯 我相信其他武術的朋友 他走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他一樣可以做出 西斯特馬可以做的事情 哈囉 傑特 嗨 佑佳 嘿咻 好 嗯 那很多武術到後面來講話 是講了講同樣的事情 我們如何用 最少的力氣 做到最省力的事情 或是最有效率的事情 嗯 那我們知道 否定句只存在文靶裡面 因此不用力 或是 呃 不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語法 有時候在我們在教學 或是表達上面 或許比較沒辦法去得到說 我們想要表達的那個 目的或意義 而西斯特馬它很棒的地方 在於說 讓我知道了 什麼叫放鬆 什麼叫做不用力 什麼叫做 可以 什麼叫慫 這是不太一樣的一個概念 嗨 請坡你好 定軒你好 嗯 嗯 那我們在NLP的概念裡面 我們常會說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呃 我們需要 NLP的N是neural意思 又神經的意思 所謂神經就是說感覺的意思 那我們蠻好奇就是說 嗯 有時候我們覺得開心 有時候我們覺得緊張 可是我們能不能確定 我們自己是 呃 處於開心或緊張的地方 哈囉 Pieter學生喔 你好 也更硬要蛇頭 不好意思啊 嗯 剛剛把一個垃圾丟到地上去 這樣比較 空間打開一點 其實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非常非常非常的混亂 嗨你好 呃 所以未來來說的話 像我蠻推薦 Sitama Taipei 最近要辦的一個小小的活動 就是從零開始的一個練習的聚會 那它可以幫助 不管你學過武術 其他種武術 或者是沒學過武術的朋友 你都可以藉由一些很基礎的訓練 例如說我們會講四大訓練 push up 或者是那個leg rest 或shit up 或square 來認知你的身體是怎麼運作的 嗨 亮亮 好久不見了 嗯 呃 很多的時候我們在做訓練的時候 我們常會覺得說我們是在練一個勁 或是我們在做 Hello 羅伊斯你好 我們是在練一個勁 或是我們在練一個肌肉力 事實上 Sitama藉由緩慢持久的訓練 我們得到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是 了解我們的肌肉 我們的身體如何去 有效率的去運作 讓我們的身體 即使是 用很少很少的肌肉 一樣可以做到 一般我們肌肉 一般人使用的那種大塊肌肉 例如說 我們在做舉的動作的時候 你會用到你的肩膀頭肌 用到你的血方肌 用到你的肛膀頭肌 用到你的肛膀頭肌 可是如果說 你能不能相信你的身體 不用到那麼多大肌肉 只用到你的核心肌群 甚至你的筋膜 你的肌腱 你的肌腱 小小的肌腱 你就可以讓原來可以 居五公斤的效益 一樣可以展現出來 哈囉 那所以 這部分我如果引用到生活裡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 我們生活裡面 好多好多的時候 我們用好多好多的力氣 在做一些虛工 那 人生 大家應該聽過這件事情 人的一生大概心跳的次數是 三萬次 那如果說我們 浪費了一些力氣 浪費了一些時間 然後再 再做一些比較沒有意義的事情 或一件事情 本來只需要五分力 我們花了十分力來做的時候 那這樣是不是有點可惜 因為這剩下的五分力 或是 你有可能去做到 更多其他的 的事情 例如說 你可能可以跟你更愛的人 你愛的人去做 有更多相處時間 哈囉 建林你好 和去以後還好嗎 嗨 微分 所以 其實這是一個 嗯 我個人比較誇張 認為它是一個 堅能簡單的過程 我們如何去 讓我們吃的食物 轉化成我們 整體裡面 最有效率的能源 而我們不浪費 能源的一絲一毫 讓它運用在 有效率的 有效益 跟有效率的事情上面 讓我們人生過得更美好 那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體驗 那我這邊跟大家分享 一個小小的 呃 技法 可是這個技法 無關乎CITMA 只是說 把NLP技法 以CITMA的概念 來做一個分享而已 哈囉高醫師 就是大家如果沒有 有沒有這種經驗 你發現到說 你的 呃 莫名其妙 忽然間來了一個 感覺 你身體非常緊繃 你不太知道那是怎樣的情緒 好 那 那 當你非常緊繃 不太知道那怎樣的情緒 的時候 那時候你其實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的呼吸是不是也停止住了 或者是你的身體會這樣緊縮 我們人會有七種共同情緒 那是全世界人類共有的 哈囉 BG 可是 大部分的正向情緒 事實上只有一種 歸類到後面只有一種 平靜跟開心 其他例如像是 恐懼啦 憤怒啦 驚訝啦 呃 驚嚇啦 呃 懷疑啦 情緒等等 它都是 會藉由肌肉緊繃來展現情緒的 的一個 內涵 那如果說 各位有發現到在某個狀況下面 你開始有點縮起來 然後開始肌肉緊繃了 開始會不自覺的停止呼吸了 好 如果說你能發現到這件事情 就已經很棒了 那我想邀請各位 如果說 後面你可以 做更多一件事情 例如說 提醒這集要做一個深呼吸 讓自己的屍體可以開展開來 這時候你原來 那個情緒相對應的身體姿態 或者是表情 它在大腦的運作裡面 它不知道怎樣去貼這個標籤的時候 那個情緒 會慢慢的消失掉 說慢也是快啦 因為一般來講 可能在 呃 一分鐘到五分鐘之內 你的情緒可以調整完了 那所以 要做事情很簡單 維持你的呼吸 開展你的肢體 讓你的脊椎可以保持正直 甚至動一動 保持你身體的一個流動 或者是走起來走一走 那時候你也可以 慢慢 可以藉由這樣的動作 進到 你所想要的那平靜的情緒 那大家大腦都知道說 你如果說 在一個情緒裡面 你很難去溝通 你很難去處理 當下的一個狀況 哈囉小蓮你好 還有玉哲 好久不見 嗯 那 呃 在系統碼裡面 我們會講四大原則 這四大原則是 我們要保持脊椎正直 我們要保持呼吸 我們要 呃 保持我們 嗯 移動 這事情動力 然後最後 可能進到一個隨時放鬆的狀態 放鬆大家想要的 只是說 什麼叫放鬆 而前面三個東西 會幫助我們 進入到那個放鬆的狀態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對你而言 放鬆的定義是什麼 當你認知你的放鬆什麼時候 自然而然的 能找到一條路 去找到你要放鬆的狀態 像江老師常會跟我們分享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 這邊我也分享給各位 嗯 做什麼比 怎麼做重要 做什麼有點像是 我們現在要的那個目的是什麼 而怎麼做是 你今天打算做哪些事情 哪些動作 哪些行動 哪些策略 來達到 拿到 你要的那個東西 很多時候我們會忘記這件事情 哈囉 我們會忘記這件事情 我們要的那個目的 而卡在當下 我們的情緒狀態 或我們卡在當下 我們要做事情的某環節 那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因為像以前我們可能在玩推手 或串子的時候 我們會忘記一件事情 是我們的目的是在練習知覺 我們的目的是在練習 我們從接觸點上面 知道對方身體的一個運作 當我們開始用力去爭輸贏的時候 去有敵我之分的時候 那時候常常會導致這個練習的目的 或是練習的效果失去 不只是 這樣很多的靜音器或武術練習 也許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甚至我們在做事的時候 因為你就是想跟你的伴侶好好的去 表達你的當下的狀況或情緒 可是 因為情緒上來了 因為當下的溝通某一個東西 某一個話語或某一句話 你特別的在意 所以忽然間你忘了你的目的 陷入一個爭吵 陷入一個 欸你剛剛為什麼說我是見女人 你剛剛幹嘛說我是渣男 諸如此類的一個糾結 那這時候其實是很可惜的 你浪費著前面 花那些力氣去跟你的伴侶做溝通 這只是一個道理而已 這是一個核心的價值而已 當我們知道這核心價值 事實上我們可以開展或擴展到我們身體 我們生命 或者是我們與人對待的許多層面 因此 呃 與其說SYTAMA是個武術 我倒覺得 它可能是一個 對於我們生命探索的一個哲學的一個方式 Hello 那所以 我個人是覺得說 在SYTAMA來講的話 它很有效率的藉由我們 即使徒手也可以訓練的方式 即使用一些簡單的器械 我們可以去探知的方式 或者是我們跟對方 跟練習夥伴 可以互相去 藉由 一些練習 有效率的練習 去理解的方式 讓我們不只大腦理解 甚至我們身體也可以去知道說 我們現在當下是在做什麼東西 或是我們現在當下 要得到的是什麼 那我可以說一個小小故事好了 像前兩天我來幫一位夥伴做情緒上的調整 那很多的時候我們在調 我們身為諮商的一個助人工作者 我們會遇到一個小小的難題 什麼難題呢 就是我們的對象本身 他進入那個情緒進入太深了 他會進入一個迴圈狀態 他沒有辦法去跳出來說 他面對他恐懼的對象或害怕的對象 當然不能以另外一個姿態或是另外一個想法來面對 那當然因為那時候可能我比較 時間上比較緊一點 那這夥伴又急於需要 急於要求我去協助他 因此那時候我只是幫他做一個東西 我幫他把肢體開展開來 因為他可以從椅子上站起來 然後呢跟我們玩個小遊戲 就是幫他捶捶背 然後捶捶他的腿 而我們捶的方式是用 Systemus Track的方式 就是握拳 然後直接做一個 輕輕的揮擊的方式 或敲擊的方式 幫他把身上我們所謂Tension 給打擊掉 打擊掉之後 他整個人就鬆開來 可以面對他恐懼的那個主管 或是他恐懼的那個狀態 Hello 喂喂 這個其實會跟我們一些生性療法的原理很像 我們生性療法很多的地方 會認為記憶這件事情不在我們的腦袋裡面 而在我們全身的肌肉裡面 甚至是我們的腸胃裡面 那我們可以藉由許多的方式 例如按摩啦 或是行走啦 或是催眠啦 或是其他方式 來達成讓這個人 他跳離開那個情緒的狀態 面對一個新的一個身體姿態 以及新的一個好的好的我們講 State 去應應他的現在該面對的人生的挑戰 那今天有一個朋友 他私訊問我一件事情 就是英雄之旅的東西 英雄之旅這樣子的 就是大家應該看過摩羯 他基本上就會有一個故事的 一個英雄養成的過程 那英雄之旅他開始的時候 會有一個年輕人 或是一個主角 他發現到說 在生命之中有一些 生命的召喚 內在的熱情或生命的召喚 告訴他你有些使命給予做 接下來他會因應他自己的需求 然後以及配合旁邊環境的一個考量 考慮做一個選擇 我到底要不要接受這個召喚 當他接受這召喚之後 他會跨出他的舒適圈去面臨這個挑戰 而中間他為了面臨這些挑戰 他需要去進行一些學習 去擴展他的地圖 得到他的資源 經過老師的教導 以及他的學習之後 他開始會去正式的去 把他生命中挑戰 去做正式面對 可是有時候一定會失敗 有時候會失敗 有時候會成功 如果失敗的時候 他必定還會回到他的 原處或是他的休息點 去想一想 我到底為什麼會失敗 我失敗的是 如果是多做了什麼 少做了什麼 如果說可以多做這些 或少做這些 然後我的策略 我的技巧 我的能力有沒有辦法擴展開來 接下來他做第二次挑戰 第三次挑戰 慢慢的他得到一個經驗 以及一個智慧 我比較喜歡說那智慧 那身體的智慧 跟大腦的智慧 慢慢的合在一起 讓他成為更完整的人 而後面呢 他會完成這個挑戰跟任務 之後準備要回家 但是回家的時候 他已經不再是原來那懵懂的年輕人 或懵懂無知的那個出生制度了 他已經成長成為一個 可能是英雄 可能是一個成功人物 可能要做到某些事情 這時候要回家的時候 會有另外的羈絆 什麼羈絆呢 回家是一件很單純的事情 可是有時候我們會 因為自己的身份 因為自己成功的經驗 因為外人對我們的看法 而讓我們回家的路 更加的顛簸 甚至有時候是 繞了很遠的路才能夠回家 這是很多在宗教上面 或是神明學上面 或是瑜伽上面 身心療法上面 我們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讓自己的身心合一 回不到那個平衡 平靜的狀態 這是回家的一個定義 因此回家這件事情 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 所以朋友 我不知道 你現在是不是想要找到一條 可以讓你回家的路 如果這是一條你想要回家 可是現在你還在卡拉路上 有點塞車 有一點不知道怎麼走 方向在哪裡 或是繞遠路的狀態下 我誠摯的邀請你 可以來參加我們 Citema俄羅斯武術的練習 我相信在這樣的一個 核心價值裡面 你會得到看到 或是感覺到 聽到你想要的這些 一切的那個 我們講 嗯 線索 嗯 哈囉 所以 這大概是今天的分享 然後 所以我個人在NLP 或是村民的操作上面 我比較不會 像是說一般房間 可能其他朋友會坐的 就乖乖的坐在椅子上面 或是直接做一個 語言上的導引 因為我覺得 文人來講 除了大腦之外 脖子以下 拜拜 肉依斯拜拜 脖子以下 是我們身體智慧的部分 脖子以上是我們大腦智慧的部分 而我們必須要非常的 有智慧的 看自己自己智慧的部分 去把這兩個部分合在一起 那會讓我們更加完整 變得更加好 嗯 那 所以 我是蠻誠摯的邀請各位 如果有機會的話 不管是 來我們的 台北的道場 練習 或者是跟我私底下 來做一個 我們邀約的動作 來做分享的動作 都很歡迎 嗯 那我個人來講的話 嗯 我的專長領域 基本上 比較偏向於 身心方面的東西 如果所有需要的話 但 打廣告 也是 歡迎各位來 跟我互相互動一下 嗯 然後大概11月 可能會開一個小小的 NLP的 那個 工作坊 如果說 有需要的夥伴 嗨 琪琪 嗨 你來啦 嗯 如果需要的話 那個最近我會公告下來 然後如果說 那個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 來玩一玩 嗯 我在課程中間 都無可避免的 會 不小心的把 系統的東西帶進來 OK 那這邊 呃 稍微留一點點小小的時間 就是大家對於 系統的武術 或者是 NLP 或者催眠的部分 有什麼樣的 呃 問題心得或感想 或都可以在 就是說你自己生活上面 或學習上面 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可以歡迎 歡迎在我們剩下的一點時間裡面 來 來做一個小小的 呃 互動跟討論 OK 不是僵屍啦 這個是 OK 哈薩克馬帽好不好 僵屍啦 清朝的帽子 後面沒有尾巴 嗨 瑞 嗯 所以 呃 基本上這個是 嗯 我在士特馬方面的一個 小小的分享 那有點沒有結構 因為 呃 這很臨時 我沒有特地的去寫腳本 或是寫大港 嗯 如果說在結構上面 比較鬆散 不跟各位夥伴說一個比較 嗯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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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 如果說 呃 呃 抬腿 呃 然後我覺得 Squat 我能深蹲 每一個我們都會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慢 例如說 開始的時候我覺得真的是靠北邊走的慢 讓我覺得很不適應 但是那個慢是有一個要 是有一個 呃 目的的 就像太極拳 我不知道大家有時候覺得那個老人拳 他是在很慢很慢的動作中做一個很流暢的運行 嗨 Tina 嗯 那慢的目的在於說 其實 呃 不在於 其實一方面有一些 我之前學太極拳的時候 我學到 我得到的 的 呃 教導是那個是慢慢驗證自己的軌跡方向 以及有沒有達到一個末端領或指領的一個狀態 好 那可是在Sitma的部分來說的話 我認為它只有一個要件而已 呃 各式各樣的內加武術事實上也在講同樣的事情 就是 你的對內覺知是怎麼樣子的 或許在傳武的要求上面我們會非常注重方位軌跡 然後 步驟等等 的程序 那這個 這是好事 那 我個人覺得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對於我個人 不一定每個人 我個人 影響更大的地方是 嗯 確實有時候 如果我們知道當核心的概念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會更加知道說 它 這個動作出去是可以得到怎樣的效果 而招式這件事情 只要你大概知道核心概念 可以讓人的去拼湊 組合 創造出 屬於 你自己的那個招式 因為我們大家 我們大家玩過熱膏肌木嘛 熱膏肌木它每一個模組是固定的 那可是為什麼有些人可以用熱膏肌木組合成 上次我在YouTube上看到 組合成一台車子吧 就是連引擎都是熱膏肌木拼組成的 一台 一台 一台超跑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我發 我是覺得說我們身體內部的智慧 還有我們頭腦裡面的認知的智慧 然後如果再加上 一個我們可以擴展出去場域中的智慧 來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自然而然的可以創造出很多東西 如果我們可以回到我們原來的五種本體狀態 然後同時運用我們三種非常棒的原型 就是猛烈的溫柔的已經調配的原型 跟它互相調配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是等於是在練習 一個非常棒的武術技巧 或者是在探索我們生命的過程 那最影響還會杯水 重要的應該不是那個水 裝水的容器 它是 紅酒杯 瓦工 茶壺 保溫杯 還是非常昂貴的古瓷杯 其實我個人認為 以及我學習SYTMA裡面最大的一個收穫 就覺得說重要的不是討論杯子裝水的形狀 而是我們可以喝到的杯子水 讓水來滋潤我們 像我現在有點乾的嘴唇 有點需要滋潤的喉嚨 有點需要水分去補充的細胞 所以喝到的水 比討論杯子的形狀更重要 可是跟它文化它的本質可能相差不遠 可是我們太多的時候 是為了杯子的本質 杯子的那個形狀 杯子的材質 嗨貴敏 去爭論不休 到底誰的杯子好 誰的杯子不好 這其實有點 嗯 當然每個人要的不一樣啦 但我個人認為是 喝到水比較重要 嗯 好 OK 那很開心今天看到那麼多 很久很久很久沒見的朋友 以及其他一些新朋友 老朋友 來看我這個直播 嗯 那 呃 比較晚來的朋友 可能比較有點疑惑 也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有些東西前面大概已經 有講一下下了 那所以 呃 後面我是個直播應該是會變成一個 錄音檔 然後再傳到YouTube上面 或是其他地方去 嗯 來讓 這個 這個 這個分享可以繼續的 讓它發酵下去 嗯 OK 好 然後這邊 我是山姆 然後我是王瑞易 這邊很開心的 呃 看到各位夥伴 來 呃 來與我分享 我現在對於SITMA的一個 心得跟小小的一個想法 嗯 好 那也歡迎大家 在有空的時候 週一週四 然後晚上七點半到 九點半 可以來SITMA台北道場 嗨 吳大哥 跟我們一起來玩SITMA 那 請特別注意我是用玩 所以請不要太認真去 呃 想到說你要 你要做什麼樣的 呃 招式的學習 對 還有我老師 嗯 因為SITMA沒有招式 所以如果想 學招式的朋友 呃 這邊先提醒一下 因為如果你帶想學招式的心態來 可能會有點小小的失望 因為 晚常做一些 好玩 然後有趣 可是不是招式的動作 跟練習 嗯 OK 好 OK 那 很開心看到其他朋友 在陸續的進來 嗯 那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子 好 然後其他 其他時候 就是會在不定期的 也許定期 也不定期 然後開始會分享一些SITMA練習啦 或者是 NLP上面的一些 想法 概念 或者是技巧上面 該注意的 小片部 那請大家 開始 嗯 好好的 期待 以及收看我的 三母小電視 感謝 掰